字幕提供 可以跟姊姊 你上次不是說你是專業的啊 對啊 但是你好像妹夫打給我聽耶 我從沒有打給你聽 對啊 真假的 那我們現在現場來 好 好啊 輸進喔 來囉 呃 掌聲啊 欸 是不是 是不是很專業 哈哈 啊不過你今天來 就是為了聽我打這一聲歌嗎 沒有 我今天找你來 是想要跟妳一起做餅乾 喔 做餅乾 為什麼啊 因為我想說我已經開學了 可以帶一點去學校 可以同學吃 可以自己當點心 好 我當年同學真的是太幸福了 那你喜歡吃什麼樣的餅乾 我 我自己比較喜歡吃 你知道某一家在連鎖素食店 然後他們有吃那種美式軟餅乾 上面還有灑那巧克力豆 超好吃 妳有吃過嗎 沒有 我聽起來是超好吃 真的假的 妳這樣也沒吃過 對啊 那今天我就帶你一起來完成這個吧 好啊 那我們就開始吧 欸 等一下 蛤 我先用我的念力吧 把揭曉的材料 鍵進來念力 我來整理一下 因為我最近看了一部超能力的短片 唉唷 我來吃了厲害 好 看吧 是不是很厲害啦 不過就是剛剛那四隻手是怎麼樣 哈哈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耶 加入85克融化過後的無鹽奶油 再來加入100克的黑糖 然後是50克的細砂糖 些許的鹽巴 攪拌在一起後加入一顆全蛋和一顆蛋黃 倒入30cc的牛奶 一點點香草精 少許的泡打粉 再來倒入140克的低筋麵粉 撒入適量的巧克力後 放進冷藏30分鐘 那我們就冰冰箱囉 從冰箱拿出來後 揉成一小團放在烤盤上 最後放入烤箱裡 烤190度15分鐘就完成囉 哇 好 開始試吃吧 好 那我們今天餅乾就做完了 我覺得餅乾做法真的不會很難 可以在家自己住啊 做給同學 朋友 或是喜歡的人都可以 那我們下次見吧 拜拜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追蹤我們的頻道 也要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並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想要看我做什麼喔